精通英文 绝不是一个晚上就可以学成的 透过不断的淬炼苦练 你会成为妖怪 因为我已经接近妖怪了 大概就在我小学的时候 顶了一家面店 所以我负责希望 在这个环境之下 功课答案是不太好的 我在初中的时候 就开始当模范生了 模范给大家看 不读书的人 是什么样的下场 我是真正的模范生 他们就给我取的外号叫奈巴 奈巴就是说 这个人很差的意思 后来 大学联考成绩单发过来了 爸爸一看 下一大条 脸一变 累累累 你怎么是这样子的呢 马上一个拳筑这样打过来 这样子 那我闪掉这样子 爸爸跟去这样子 追着我 后来爸爸呢就掉眼泪 他说 哎 我们从其以后啊 我们家里面没有这个老大了 大妹二妹 大弟二弟 你们分别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你给我滚 就叫我滚这样子 我就滚了 好开心的滚了 我就滚到这个正在学校去 刚开始的时候 那学长都用偏的 因为还没有入伍 所以留在学校的学长 都对我们非常客气 入伍回来之后 早上六点钟 全部学长连变了 果然都是魔鬼 三秒钟下床 这个是我们在 我们是上下坡嘛 三秒钟下床 那怎么下床啊 那只好东西掉的 掉下来这样子 隔了这一两个礼拜 写了一封信 写过爸爸 爸爸饿错了 希望你早点输我回去 我一定会重新努力 考上理想的大学这样子 后来没想到 两个礼拜以后呢 这个信呢 原来是寄到我们长官手中了 这样子 他拿了我的信 他说你不要淘宝 你要把这个环境 当作一个 所谓的一个天堂 多数的天堂 然后呢 你才能够脱胎还顾 所以我就 听了他的话 试试看 民伯55年西点军校的学生 到震探学校来访问 坐在我后头的 他站了起来 用很流利的英文这样讲 讲英文 My name is Philip Let's see your other 我说这个英文怎么讲的那么棒 回过头来 我以为是老外 一看不是 是我们同学 我就问他 我说 那 你是后来是怎么学的 他说我根本没有记文法 我也没有记单词 我是会念 我会念 我才会拼 所以我就在想 我就说 我把我自己想成是一个新生儿 就压压学乙 我第一个我学音标 八三个月的时间 第二个我学习绘画 三个月我就会讲话了 第三个我就学大量的平面的文章 变成立体的声音 然后随时随地 我又加了两样东西 描述法 跟翻译法 什么描述法 当你没有说的时候 绘画书已经讲完了 你就随便可以讲 嗯 As I turn around I see something over here 我看了一个东西 Oh These are bonsais 它们是盆栽 但另外一个叫做翻译法 翻译法呢 太简单了 翻译法呢 你坐公车 但是它们在旁边的讲话 你开始翻译了 你看旁边那个人 有点怪 他是个怪大叔 他说 Hey Look There's a man sitting next to you He seems to be a little bit strange Maybe You know He's a lettererist A letterer's uncle I work with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professionals Professors People who work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 the military I've worked in many different places He's in the top five percent and that's saying a lot i'm talking about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people i work with who use english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原来的主唱人呢叫Andy Williams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Dear Heart 三十年前赖老师成立长春腾英语杂志社 尤其是长春腾解析英语杂志在高三升大学这方面的市场占有率 差不多将近75% 长春腾之所以能够就是三十年在台湾市场也好 在大陆市场也好备受肯定 主要是赖老师用同理心在经营这个事业 就是把所有的读者所有的听众当成的当初想要学好英文那个时候的样子 这十五六年来陪同赖老师到大陆出差或者演讲 那赖老师他都会利用时间在一个角落席地而坐 然后就拿出校对稿就开始在校对 他乐在工作 每个人都可以打他这个证度 语言的学习没有一触而迪的 精通英文绝不是一个晚上就可以学成的 Live and learn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真的是要这样子 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妖怪 Your arms Nevermore Live and lear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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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